李嘉诚家族对阵中海游,李嘉能源帝国崛起,作者建文君从2013年起李嘉诚开始集中抛售其在香港和大陆资产,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引发不少猜测大陆官媒,新华网曾经转载文章李嘉诚走了,也许还会回来趁哪里有风险就必看哪里哪里,有机会就冲向哪里。 每个商人都有自己,仰赖的商人直觉和投资理念,李嘉诚能成为亚洲超人,必然与他敏锐的投资眼光,对风险和机会准确的评估和把控密不可分。 如今,李嘉诚真的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在李嘉的主场加拿大与中海游迎面相撞,争夺加拿大游杀李嘉诚,要抢中海游嘴里的肉。 李嘉诚如何在加拿大韬光养晦,35载投资,超过300亿港币将其变成李嘉主场的,对游杀的争夺背后,李嘉在全球的能源帝国版图,也变得逐渐清晰零一,将加拿大变成主场。 李嘉诚早在1983年年,仅19岁的李泽聚就被父亲安排入籍加拿大成为加拿大公民,这一举被李嘉诚后来成为其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之一。 因为在1986年,李嘉诚打算收购加拿大上市公司赫斯基石油,Husky52%的股权时,按照当时加拿大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够买财政状况健全的能源公司。 而李泽聚刚好在1983年,已经拿到加拿大国籍,成功避开这一线制而Husky正是此次试图,从中海油嘴中夺取加拿大油杀资产的李嘉载体。 1988年,6月李嘉诚赤资3.75亿加元,全面收购加拿大另一家石油公司Contara Energy Limited,是赫斯基能源的资产值,从原来的20亿加元,扩大已被1991年10月赫斯基能源的另一名大股东Nova集团,以低价将所持的43%股权,出售李嘉诚家族赤资17.2亿港元取得了赫斯基能源。 的绝对控制权2000年Husky成功上市,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但如果再回头来看,李嘉诚所谓的最伟大投资不仅是指Husky,而是通过李泽聚身份,在加拿大,长达35年总额超过300亿元的一系列布局。 在李嘉诚退休李泽聚接管李嘉事业之后,加拿大的首富家族,实际上也发生了变化。 原先是路透的控股家族汤姆森家族,以近200亿美元净值长期占据加拿大第一家族的位置。 李泽聚接棒之后,加拿大首富家族一主成李嘉。 根据长河的年报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河集团在海外业务占收入比达到了80%,其中欧洲47%,加拿大11%亚洲,澳洲及其他地区14%。 而长河在中国香港及大陆业务占收入比较进一步减少,到了20%,分别为11%及9%,而在2016年香港和大陆业务占收入比为22%分别是13%,百分号及9%,从比例上来看欧洲的布局,或已经大体完成。 下一步重点很可能是继续加大,对主场加拿大的投入迄今为止,李嘉在加拿大实际投资额估计已超过300亿港币,而对于李嘉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 李嘉诚基金会关于慈善基金会在家族传承中的作用。 请详见会员专属内容,家族办公室强势崛起,资本主义已进入世袭制阶段,其启动基金也来自于出售加拿大五大型之一的CIBC的股权。 当时李嘉诚作为该银行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时间超过30年如今李嘉对最伟大的投资之一Husky的持股比例已经从52%上升,至73%是Husky一家公司。 李嘉在加拿大的资产就将近150亿加币,除了Husky这颗李嘉在加拿大的明珠之外,在过去35年李嘉诚从未停止对加拿大资产的收购和投资实际上,李嘉诚对加拿大的投资源早于1983年1977年。 李嘉诚第一次在温哥华购买土地和物业1981年其投资近7亿港币,收购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的港口物业利用6亿多港币来收购多伦多的希尔顿酒店。 在1981年,李嘉诚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的支持下以32亿港币买下温哥华市博会会址204英亩土地。 1988年李嘉诚联合新世界发展主席正义同横基产业主席李赵基在加拿大成立协和太平洋公司。 1989年李嘉诚在CIBC的撮合下,以3亿港币购入加拿大赫斯基能源Husky Energy52%的股权,当时世界石油价格低迷,Husky陷入困境。 2010年,李嘉诚投资了加拿大电子书网Codo,而Codo将获有力挑战美国电子书巨头亚马逊的地位。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2016年李嘉诚以6000万美元投资NextGen公司,这是加拿大最大油矿。2016年李嘉诚投资3.476亿加元,收购从市机场外围停车厂服务的Park SI。 李嘉诚还投资了加拿大Stanley Power Incorporated,公司Stanley Power Incorporated,持有Transartical Generation 49.99股权在加拿大的安省,阿省及萨省经营6座发电厂,总发电量。 达到1362兆瓦其余的投资还包括Canadian Power Holdings Limited Works, Pharmaceuticals and Natural Air Act,这些都是在加拿大极具影响力的能源公司。 2017年4月,李嘉诚以28.2亿加元买下家。 拿大知名暖炉空调供应商Reliance Home Comfort,20,18年4月,李嘉诚持资732万加元乳股加拿大科技医疗上市公司Wilness Lifestyles。 此外,李嘉还在出手竞拍棚Buddy Dunsville工厂,用地包括厂房、跑道和其他土地。 而李嘉最近通过持股约70%的Husky向Meg能源,提出的敌意收购邀约总值64亿加元,约50亿美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联邦法院曾在2011年12月判决,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及其长子李泽聚涉及海外避税875万加元。 李嘉诚除了需支付避税款项几百分之十的罚款还需承担上诉的诉讼费用。 加拿大法庭的裁决实际上坐实了李嘉诚也是加拿大税务居民,但由于李嘉诚大多数时间在香港,所以满足税务居民。 唯一条件是李嘉诚是加拿大公民,02全球能源版图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除了在加拿大收购能源公司、石油资产、发电厂和油矿之外,李嘉诚在全球的能源布局也日渐清晰。 从1999年开始成江基建,就与香港电灯以34亿澳元头的南澳洲ETSC电网的权益。 2004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哈斯基能源公司救珠江口盆地2926深水区块签订石油合同经过两年的勘探工作。 中海油和哈斯基于2006年发现力弯三杠一大气填力弯三杠一总体开发方案高峰年产量将达到36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1800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气量。 在发现力弯三杠一深水气填后,中海油和哈斯基并未放慢深水油气勘探的步伐,双方于2009年发现硫花34杠二深水气填这一气填,于2014年12月投产年产气约3亿立方米。 2010年,年初双方又获得第三个深水天然气,发现硫花29-1深水气填,从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 哈斯基能源在中国南海的投资总额已达400亿港元。 2010年6月美国第三大天然气,公司Chesapeake能源宣布向包括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中国投资公司,厚普基金等私人配售供值9亿美元的可兑换优先股。 优先股年息为5.75。 Chesapeake的业务包括开采油气储备,油业延期开发,及向美国本土销售清洁能源等。 2010年,李嘉诚以700亿成功收购英国电网100%股权。 英国电网是英国最大的配电商,该网供应英国约四分之一电力,为超过30%的英国居民,提供电力供应。 2012年李嘉诚长子李泽距以77.53亿港元。 再次收购英国天然气供应商WWWW是英国八大配器,网络之一。 网络覆盖六分之一英国土地面积,涵盖740万名客户。 2013年6月李嘉诚旗下的电能10月斥资近100亿港元收购和,咱最大的废物在生能源公司AVR20的股权。 2017年1月长石地产,长江基建集电能10业还宣布组成财团,以约424.5亿港元收购。 澳洲能源公司Duet集团2017年7月长石地产,长江基建集团发布联合公告。 拟成立合资公司,以约414亿港元收购的国能源管理综合服务供应商Listand Luxemburgan简称E斯塔,及其附属公司。 E斯塔提供用水和能源消耗量监察服务包括开发、制造、维护及数据处理等业务范围已经拓展至中国、俄罗斯、阿联酋和大多数欧洲市场。 在内的24个国家近几年里加成青睐海外能源投资企业务目前已经横跨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不仅涉及传统的煤炭、发电、配电等业务,还涉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等能源行业。